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人世黄昏的渲染效果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照片来分析一下黄昏的色调 那么从天空上来讲呢 黄昏的这个环境光应该是比较偏暗了 因为太阳慢慢就落山了 快落山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呢是比较偏暗的 比如说整个的天空的这个色调 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环境上面的色调 像一些植物都会比较成偏暗的这个颜色 那么我们黄昏的这个太阳高度呢 可以在30度到50度角的之间的这个范围 我们可以通过画面中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和影子的这个高度呢 来决定太阳的这个高度 那么从这个对比上面 我们看黄昏和日景的一个对比 那么日景的这个对比呢 冷暖的对比啊 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到我们黄昏的色调上面 冷暖的对比十分的强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黄昏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些 参考图 好 大家看 这张照片呢 它的这个整个画面的冷暖对比很强 冷色呢 和暖色的这个对比 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环境光呢 成一个蓝紫色的一个环境光的效果 那么主光的颜色呢 是成一个橙黄色 并且大家看这个影子啊 影子的这个长度呢 也都非常长 那么我们看影子这个面积呢 也都非常的多 而且影子的边缘比较模糊 那么在黄昏的情况下呢 这个影子的这个边缘啊 一般都会有这个阴影模糊的这个效果 那么今天我们在打主灯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学习到怎样把这个阴影呢 开启模糊的这个效果 好 我们再看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黄昏的一个时段 那么冷暖的对比很强 我们从这个建筑的受光面呢 就可以分析出主光的这个颜色 成一个橙黄色的颜色 并且呢 饱和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再看这一张 那么这一张呢 从建筑上来看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冷暖的 这个退运变化是很强的 并且呢 在建筑的下半部分会产生一定的高光 那我们在学习日景的时候呢 一般在建筑比较高层的这个建筑上面啊 产生高光的位置 一般在比较偏上 中上的这个位置 那么黄昏来讲的话呢 太阳高度慢慢下降的这个情况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高光的这个位置呢 应该在建筑的中下部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黄昏的这个时段啊 冷暖的这个对比效果是很强烈的 我们再看这一张呢 是实景合成 那么在这个桥上呢 桥的背后呢 这一栋建筑是我们主要表现的建筑 那么从建筑上的这个高光上来讲呢 它在这个转折面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那么在高光最强的部分呢 是产生在这个建筑的这个下半部分 好 那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建筑的本身呢 瘦光面上也可以分析出 它的这个瘦光面的颜色 并且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树子在黄昏时段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啊 也是比较偏深了 并且它本身啊 上面没有太多的高光和这个体感啊 也都越弱一些 好 我们再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也是 它的这个建筑上面有明显的冷暖过度 好 那么在黄昏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面当中表现逆光的一种效果 那么往往我们表现逆光的时候呢 也能体现这种黄昏的一个强烈的对比 好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逆光的效果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将这个主光的这个方向和摄像机的这个角度呢 成一个对角的一个方式布置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昏的逆光的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这个天空上方呢 是占这个暖色的比较居多一些 但是我们逆光的情况下啊 那么建筑上就会产生一些 阴影下面的一些效果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进一步表现建筑的话呢 可以在它的背光面啊 做一些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在建筑里面布置灯光 来烘托啊 它这个黄昏的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时段呢 不是特别暗的一个黄昏啊 但是它表现的这个住宅啊 是比较温馨的 那么在表现住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尽量用一些比较偏暖的色调去表现 这样的话呢 更能体现它住宅的这个温馨感 我们看这个弓箭呢 也是一个黄昏的效果 那么在黄昏的效果下面呢 我们的这个建筑啊 背光面 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相机 主要对到这个面呢 它并没有成为受光面 而是成为背光面 但是呢 在黄昏的效果下面 我们可以在背光面上做一些细节 比如说反射 比如说室内的这个灯光 那么更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玻璃的一个质感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针对于黄昏的这个效果呢 来做一个练习 好 我们打开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建筑呢 我们首先来先看一下它的类型 那么它的类型呢 就是一个商业的综合体 那么我们怎样表现它的这个效果呢 能使它的这个建筑显得体感更强 好 首先呢 我们切换到相机视图 相机已经是打好了的 好 我们分析从这个沿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去想象 我们将这个画面呢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呢 我们在场景中先添加环境光 那么环境光取决于什么呢 就取决于我们的一个背景 那么我们首先呢 在这个渲染菜单里面去找到环境的面板 那么在这个环境贴图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去添加一张位图 找到一张黄昏的背景贴 好 我们来看这一张贴图 那么 我们找这个背景天的时候呢 也是根据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渲染效果上面 寻找的一些天空 那么上下的这个天空呢 会有同样的推运变化 那么底下深色的这个部分呢 就会对准我们这个地面以下的这个部分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贴图呢 会影响我们整个场景的一个环境 好 我们可以先试着用这个 这样的一个背景天呢 进行添加 好 我们把这个环境贴图贴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材质变形器打开 先把材质全部都重置一遍 好 然后把这个天空的贴图呢 拖拽到一个材质球上进行关联 好 现在我在材质球上呢 已经观察到这张贴图了 那么我在背景里去怎样观察呢 键盘的AutoB键 我们弹出了这个显示背景 把这两个勾勾起 好 现在我的这个背景呢 就已经添加上了 那么为了让它的这个位置能对齐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范围呢 进行修改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裁剪这个地方啊 进行裁剪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先上移动 再移动一些 好 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个背景天呢 已经添加好了 大家注意 我们的背景天上的一些特点 也就是说它上下的冷暖的一个过度 那么下方的这个 相对于它的这个暖色呢 是比较多一些的 好 我们添加完背景环境以后呢 在这个渲染器当中 我们将这个渲染器呢 更改成微锐的渲染器 好 那么将它的覆盖材质呢 勾选上 将一个材质球 覆盖到这个上面 进行关联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整个场景的这个材质啊 已经都被这个标准的一个材质球啊 所覆盖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渲染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场景当中的环境光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图像采样呢 我们用到最低的这个模式 然后不开抗拒尺 大家看这个地方微锐的环境 如果说我们应用了背景贴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不开启 微锐的这个寄爱天光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场景 都会受到背景贴图的一个影响 是有渐变的 那么当我们开启这个微锐环境以后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区别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嗯 间接照明 把Gi打开 设置自定义 我们改成灯光缓冲 二次反弹改成灯光缓冲 那么将这个 发光贴图的参数呢 改成比较低的一个参数 好 我们关掉这个日志 好 可以进行一个渲染测试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显示渲染窗口呢 点开 进行渲染 好 我们现在观察一下 整个的这个环境呢 都已经受到我们这个背景天的影响了 那么建筑上方它有这种冷暖的过渡 那么我们底下的地面的这个地方呢 都会受到一个深蓝紫色的一个影响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灯光打起 来进行分面 好 我们现在切换到两个视图 那么左边呢 我习惯用做这个相机视图 那么右方呢 我就用做操作视图 就到顶视图上来 好 我现在场景当中的相机呢 被隐藏了 那么我们可以显示出相机的一个位置 好 大家看 这个相机呢 现在是从这个钉字路口这个地方看过来 那么看到的是这一半部分 好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的这个灯光应该从哪个方向打过来 可以把这个体感分开 好 我们的这个灯光呢 首先要跟相机成一定的夹角 选择创建面板当中 选择灯光 我们找到标准的灯光 用目标平行光 来模拟主光 好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好 跟相机成一个90度夹角的这个地方呢 打过来 那么大家记住啊 这个地方 我们的灯光和相机成一个90度夹角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地方啊 会产生一定的高光 那么我们的黄昏效果呢 也正是需要高光的这个一个范围 所以说我们暂时呢 可以先打这样一个角度 好 确定好它的顶视图的方向之后呢 我们在前视图当中呢 将这个灯光抬高 大家看 这个灯光的高度 那么就跟白天有一定的区别了 黄昏的这个高度呢 并不是很高 黄昏的这个角度啊 灯光的角度并不是很高 然后我们切换到 灯光视图 我们在右下角的这个地方呢 将它的这个外衰减的这个光圈呢 先打开 好 然后再将它的那个内衰减的光圈打开 好 由于黄昏呢 它有可能照亮的是建筑的上半部分 或者是说 它很小的一个范围是比较亮的 那么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内衰减呢 这个范围啊 开的比较小一些 那么把主要的光照呢 照在这个建筑的上方 好 那么从下方呢 到地面这个环 整个环境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让它成一个整个灯光的一个衰减的一个范围 好 现在呢 我们打了灯光之后 对灯光的颜色和强度进行调节 首先呢 我们把阴影开启 阴影的类型 大家记住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的都是微锐阴影 那么在这个强度颜色上面 我们将这个灯光呢 暂时 暂且用这个1.0的默认的强度 那么从它的颜色上面 我们可以用一个偏橘黄色的一个灯光 而且这个灯光的颜色呢 保护度比较高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好 大家看 当我打了这个主光之后呢 那么整个建筑的这个体感啊 已经被分开了 那么我们看 这个面成为它的瘦光面 而这边这个侧面呢 成为它的背光面 那么我们灯光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从它的右方 右后方打过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我们打了这个灯光呢 我们暂且先留在这里 我们把它的这个灯光关闭 然后我们再打一盏灯光 从这边的方向打过来 也是跟相机成一个 差不多90度的夹角 好 然后 我在这个前视图上呢 将它的高度 抬高 好 然后我再切换到灯光的视图 可以稍微的将它旋转一下 也就是不要正对着 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某一个面 如果正对着我们建筑某一个面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面呢 会曝光 好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参数 阴影开启 好 灯光的颜色强度 我们暂时用上次默认的 那么看这张灯光呢 之前的灯光已经被关闭了 我们再来测试对比一下 好 大家看 这个方向打过来的灯光呢 也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建筑的体感呢 分开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画面当中留有比较空余的地方呢 是在左方 啊 就是左方的天空看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天空上呢 还会做一些变化 那么让我们这个面 就是说靠近左边的这个面呢 成为受光面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 我们的这个灯光啊 从这边空间比较大的这个地方打过来啊 感觉这个画面的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并且从这三个这个体量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体感啊 也都分的是比较开 那么如果从这边打过来之后呢 那么我们这边这个体感啊 上面稍微弱一些 当我们确定好灯光的角度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材质还原来进一步的对材质来进行调节 我们将场景中的材质恢复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灯光呢 这边方向打过来的删掉 把这个灯光开启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材质 我们具体应该怎样调节 好 我们首先呢 看到最明显的应该是这个建筑上的主要的材质玻璃 那么从玻璃的高光上来看呢 大家看这个下方呢 我们这个主光呢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高光 但是建筑上的颜色 玻璃的颜色倾向并没有对 因为玻璃啊 它应该有反射的这个属性 那么它会反射到天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环境光的颜色 包括下方我们的这个玻璃都需要调整 那么还有就是说前面前方的地面啊 铺砖的这些材质 我们把主要的材质呢 进行一个调整 好 我们把暂时定好的这个相机和灯光呢 先隐藏掉 我们把整个场景呢 全部选中 Ctrl A 然后锁定 空格键 打开所有的组 那我们看整个场景的这个组啊 已经都被打开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进行进一步打开 好 取消的这个锁定 然后呢 我们就来吸食我们建筑上的主要的材质 首先我们看看玻璃 好 我们首先吸到一个玻璃呢 是半透明的这个玻璃 好 名称是半透明 那我们把它选择出来 Auto Q键 单独显示 那我们从这个相机视图上来看呢 现在我们这个玻璃啊 有可能 这个建筑上的玻璃并不是一种玻璃 那么我们现在吸食的这个玻璃呢 是玻璃半透明啊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不透明度程度呢 为50% 好 根据它的这个透明程度呢 呃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这个一些属性 那么从颜色上来讲呢 这样的这个颜色啊 有可能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从天空的这个基调上来分析呢 啊 要让我们的这个玻璃的固有色呢 尽量偏向于这个天空的颜色 但是呢 还要比天空的颜色要重一些 好 我们将这个玻璃的颜色呢 进行调节 我们可以让它 饱和度啊 可以稍稍再高一点 然后我们将这个固有色呢 拖拽到 啊 就拷贝到这个过滤色上面 可以稍稍的再偏紫一些 好 我们双击这个材质球 我们看高光的这个范围 高光的范围呢 现在是120 那么高光呢 有可能比较亮 我们将它这个高光啊 稍微减弱一些 那么高光的范围呢 我可以让它增大一些 也就是说数值 啊 光泽度的数值变小 那么可以控制它高光的一个范围 啊 它高光就越柔和一些 好 下方的这个贴图通道里面 我们在这个反射通道里呢 去添加一个威瑞的贴图 啊 添加一个威瑞Map 好 返回来 我们将它的这个反射程度呢 设置成45% 好 这样一个半透明的玻璃呢 我们就暂且啊 放在这里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将调整过的材质啊 进行隐藏 好 那我们看另外一种玻璃是什么样的材质 好 那么它只是玻璃 而之前给的这个 不透明度啊 是30 那么也就说明它的这个 透明程度要更透一些 好 那么我们就将它的这个固有色呢 调整一下 好 把固有色呢 拷贝到过滤色上面 进行微调 好 高光呢 我们给成90 它的这个高光的范围 我们也增大一些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 玻璃呢 我们尽量不要去给双面材质 好 我把这个双面的啊 两面呢 把它取消掉 好 然后在这个下方呢 这个贴图的通道上面 我们还是在反射通道里 去添加一个 微锐的反射贴图 45%的反射 好 那么这个材质我们调节完之后呢 也把它隐藏 好 下方我们看还有一些玻璃 是玻璃的这个材质 我们把一起调节 一起调节过来 好 这个呢 名称是玻璃磨砂 也就是磨砂玻璃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看磨砂玻璃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颜色呢 再调整一下 磨砂玻璃的高光啊 不要太强 反射 反射也比较弱一些 我们给一个20的一个反射 好 将它隐藏 好 调整完玻璃材质之后呢 我们将渲染器的这个 渲染隐藏物体呢 把它勾上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调整过玻璃的这个效果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建筑的收光面上 收光面上的这个暖色啊 有点过多了 并且这个高光的范围啊 比较大 那么我们再看背光面 那么背光面这个颜色呢 其实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包括它已经反射到了 我们这个天空的这个颜色 那么在收光面上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玻璃的高光范围啊 缩小一些 好 我们将这个测试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我们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把这个高光范围啊 我们把这个高光范围啊 给成40 这边给成40 好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那么我指 框圈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解决我们渲染的时间 好 大家看 我现在这个范围呢 已经有所缩小了 那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高光的这个位置呢 是合适的 但是从玻璃的固有色上面来看呢 这个颜色稍微浅了一些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玻璃的过滤色啊 稍稍再加重一些 好 我们将它的这个过滤色 明度 变暗 再来看一下 现在就比较合适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建筑上 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材质 我们看这些除了玻璃材质啊 有很多的这个 有可能是金属的一些材质 我们把它 依次的进行调整 好 我们来看下方的 这个镂空的一个材质 好 那么它这个整个的一个框架都是这一个材质 那么我们看它这是写的建筑啊 涂料白色 也就是白色的一个涂料的材质 那么我们这个即使是涂料的材质啊 我们都应该去给它添加一张贴图 那么我们在固有色的这个后方呢 去找一张位图 找一张混凝图的贴图 好 我们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这个贴图 那么让它有一些这个纹理的感觉 显示 好 然后在这个优方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优位坐标 box 类型 显然这个比例大了一些 现在这个纹理的这个感觉也有了 然后我们将它的这个贴图呢 在凹凸的通道里去添加一张它固有的贴图 好 我们放大这个材质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混凝图的这个白色的墙呢 就已经贴好了 但是呢 我们注意一点 不要说是白色的这个涂料的这个材质啊 大家就给成纯白色 因为在我们的光照情况下 如果你将材质的这个贴图啊 给成纯白色的话 那么有可能它渲染出来会比较曝光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再再次进行渲染 如果再曝光的话 可以将这个材贴图的明度啊 降低 好隐藏 我们看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材质 好 窗框 这个窗框的这个材质呢 应该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将这个材质呢 转换成微锐的材质 好 我们把它转成微锐metal 颜色 那么刚才这个固有色的颜色呢 给的是一个蓝灰色 好 反射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一些 那么也可以在反射通道这个后面的贴图里面呢 去添加一张衰减贴图 好 我们看这样的衰减方式 是平行垂直的一个衰减 那么就是说 靠近我们比较近的地方的这个材质呢 它的反射是比较弱的 那么比我们越远的这个地方啊 它的反射 反射周围环境的这个强度呢 是越强的 那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反射强度呢 稍微修改一下 好 然后返回来 在这个模糊反射里面呢 在这个光泽度的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模糊反射的一个效果 我们给成啊 一个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强的这个模糊反射的一个效果 好 之后呢 我们下方的这个地方啊 可以暂时就不去管它了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反射啊 强度可以再给弱一点 50 好 将窗框呢 也隐藏 剩下来的楼板的材质 好 上这课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楼板贴图 也就是说我们这楼板啊 可以用一个这个混合材质呢 来去调整 我们将这个标准材料呢 转换成 混合材质 保持原有的材质 那么在第一个材质里面呢 我们来贴一张 楼板的混凝土的材质贴图 显示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给一个优位 好 这个地方并没有显示 我们这个渲染一下 观察一下 把渲染隐藏物体呢 取消掉 好 我们看这个楼板的这个贴图呢 已经附上了这个材质了 好 我们将它的这个比例啊 再调整大一些 好 之后呢 我们来看 第二个材质 我们来做一个楼板的灯片的材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固有色啊 改成纯白色 然后将它的自发光呢 给成百分之百 好 然后我们返回来 好 第三个这个Mask通道里面呢 我们来添加一张贴图 也就是它的这个黑白遮罩 当我们添加了遮罩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楼板啊 灯片已经贴上了 那么我们显示这个 灯片 好 我们孤立显示出来 好 这样的这个楼板灯呢 已经贴上了 那么如果我们 想调整它的这个 灯片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的 这个平铺次数里面呢 去调整 如果我想让它的这个宽度啊 更宽一些 那么就将平铺次数啊 减小 如果说更密一些的话 将这个数值加大 恢复原来就比较合适了 大家看这个楼板灯 如果说我这个啊 灯光啊 我想让它更亮一些 如果我这个渲染出来 不是特别明显的话 那么大家看 这个第二个材质里面的 这个灯片啊 已经是自发光百分之百了 作为一个标准材质来讲的话 我们不可能让它再亮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 转换成一个什么 微锐的灯光材质 微锐灯光材质 转换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去调节它的强度倍增 我们给成2 好 给成2之后呢 那么它就会影响 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楼板的这个材质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将它的这个灯光颜色啊 进行修改 大家看这个灯光颜色 也可以改成黄色 好 那么一般呢 我们使用的是白色 如果说我们觉得 这个楼板的这个灯片 不够亮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将这个 微锐的灯光的 这个强度的系数呢 增大 那么它的这个灯光呢 就会越亮 好 楼板也调整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隐藏 好 这边过来 我们再看材质 好 大家看 这个结构是什么材质 金属花的这个材质 好 我们从这个 mask遮罩的这个地方呢 先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我们通过这个黑白贴图呢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图案呢 是一个点状的 斜向的一个 线性的一个 花纹的图案 那么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材料和第二个材料的区别 那么第一个材质呢 它应该就是一个金属材质了 是一个灰色的一个金属材质 大家看 那么它的反射啊 是比较强的 那么第二个材质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材质呢 它就是一个这个混凝土的材质 混凝土的材质 那么我们下面的这个遮罩呢 又是黑白的贴图 也就是说我上方的这个黑色的啊 就是我贴图的这个黑色部分 显示的是我第一个材质的金属的材质 是一个金属的效果 那么这个点状的这个位置呢 那么白色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显示的第二个一个白色涂料的材质 好 我们现在呢 将这一块呢 渲染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明显的这个区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贴图的黑色部分 显示的是金属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白色的这个点状的部分呢 显示的就是混凝土的这个效果了 当然说我们没有显示周围环境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反射啊 并不是特别强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金属材质呢 做得更夸张一些 也就是说让它反射更强一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两个材质啊 区分就比较明显了 好 我们将这个材质呢 隐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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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